歡迎周總監 謝謝 謝謝大家 總監 以後整個生產事業部門 全仰仗你的帶領了 謝謝大家 未來還需要大家多多幫忙 協助我了解各項的業務 總監 我來跟你介紹一下 這位是評管組的廖組長 周總監好 廖組長 聽說上個月你喜貨聯合 恭喜你喔 恭喜恭喜 謝謝周總監 那這位是二廠的陳廠長 這位是運輸組的廖組長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我知道大家工作得非常地忙碌 所以我也不想耽擱大家太多時間 大家現在可以先回去工作了 是 那大家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總監 辦公室來這邊請 來 來 總監 總監 實在是很抱歉 因為這個人事命令太倉促 來不及為你安排新的辦公室 那就先讓你在我的辦公室辦公 這怎麼好意思 那你在哪裡辦公 我就在外面的大辦公室 跟大家集集就好 李經理要退休了 住外面就好了對不對 李經理 是啊 不過有什麼需要 還是可以跟我吩咐一下 我會隨時效勞 對了 有沒有需要找總務組的人來 把這裡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什麼風格是總監比較喜歡的 不需要老實動眾 一切造就就好了 對了 李經理 我想要你盡快幫我整理一份 各單位的工作進度 我想要盡快進入狀況 是 我馬上交班下去 對 還有一件事情 之前聽說公司的客戶違約退料 造成我們的庫存量過剩的問題 這個你們後來怎麼處理 我有跟張總監討論過 那他的意思是 這些老客戶都在修煎總經理時代 就開始合作了 那退料大家已經當成一種默契 就先不要去處理 李經理啊 話不能這樣講啊 我們不能一直幫客戶擦屁股嘛 這樣對我們公司也不好 那總監剛上任 新人新氣象 不如就藉這個機會 把一些老問題 絕不處理掉這樣不是很好嗎 改革總是會有陣痛嘛 但也不能完全放著不管 李經理 你是公司最市場的幹部 我這件事情交給你處理 這樣也表示說我們尊重客戶 不過我的立場很明確 我們寧可解約 也不要退浪 這也是董事長的意思 明白 我會處理的 董姐 要不要我帶你去廠區走走看看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直接指示 我們就直接處理了 也好 走吧 李經理 你不覺得這面牆有點髒 你要不要叫人家粉刷一下 好啊 要不然我們請總務主派兩個人 來把這面牆稍微整理一下 不需要粉刷 我只是覺得這些照片看起來 有點凌亂 把它收起來就好了 對嘛 我就說過 這照片看起來很凌亂 你就不信吧 李經理 總監 你放心 我待會兒親自來處理 那就麻煩你了 李經理 是 再麻煩你 帶我到其他的床去看一看 在總監這邊請 你又要請假 你這個月已經請幾天了 你要不要乾脆李子 回家帶小孩 怎麼了 報告總監 他想請假 可是你有一大堆 這個月已經請六天了 為什麼要請假 這是新來的周總監 以後工廠回他管 他問妳什麼 妳就回答就好了 周總監好 剛剛 育嬰中心打電話跟我說 我的女兒發燒了 如果不馬上帶回家的話 下個月就不讓我脫嬰了 我真的不是無故請假 我是單親媽媽 孩子生病不是我願意的 而且我不能不顧我 我了解了 我存你家 你東西收一收 趕快接小孩吧 謝謝總監 謝謝總監 總監 女工當媽媽就是這種困擾 不是我不通人情 誰嫁的小孩不是大病小病的 如果場內每個媽媽 三天兩頭再來跟我請假 我們場不是要唱空城記了 底經理 你不是可以這樣認為嗎 底經理 我問你 我們熱場加起來 孩子還小的帶著媽媽 到底有多少人 不好意思 我沒有做過這部分的統計 冠華 這件事情交給你處理 你去幫我統計一下 有育兒需求的同仁 到底有多少人 整理一份名單給我 好 我馬上處理 好 我馬上處理 真的要被你害死 才可以算著 快來 我就 5下公關 你不然間擠到你吧 好嗎 師傅 我吃了 你的甜蜜蜜蜂 我也帶了 我帶我來